来自南方都市报消息 此次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援助时间最集中 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 邓波清3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据统计 截至3月26号 中国社会组织计划及已开展的全球抗疫行动 已覆盖六大洲至少104个国家 占有疫情的国家的比例达53% 在合作方式上 这次海外援助以跨界合作为主 有国内多家社会组织合作 国内外公益慈善组织合作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 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等形式